嗨大家好,我是为常周星的 有可能朋友特别担心自己得胃 有时候会经常研究多吃哪些东西 或者多做哪些事情,可以预防胃 那么我要说的是 你与其去研究多吃哪些东西 可以预防胃,不如研究一下 少做哪些事 或者说少吃哪些东西,可以预防胃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你去破坏一个东西 要远远必去修复一个东西 要容易的多,就和一堵墙似的 你累着一个墙容易 还是你拿一锤子抡上去 这墙翻了容易 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去消除那些 容易导致胃癌的因素的话 你吃的再好 也对于胃癌的预防 效果有限 那么在谈怎样做 可以预防胃癌之前呢 我们得先知道胃癌是怎样发生的 胃癌它所发生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遗传因素啦 或者日常饮食因素啦 或者这些生活环境因素啦 等等各个方面吧 那么遗传因素 这方面咱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咱没办法改变 咱们主要就是谈那些容易造成胃癌的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主要就是胃黏膜被反复破坏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的胃黏膜被反复破坏之后 最终会形成萎缩和肠化 那么萎缩肠化之后呢 它还是被反复破坏 最终呢就会出现上皮流变 也就是这些疫情增生 非典型增生等等这些癌天病变 那么它可以分为轻中重度 一旦达到重度 它就离癌症一步之遥了 所以说在了解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避免胃黏膜被反复破坏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说我们饮食和日常生活这方面 就需要注意那些会引起胃黏膜被反复破坏的这些因素 那么会导致胃黏膜被反复破坏的这些因素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那些致癌因子 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 第三类呢就是日常生活环境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首先先谈一下就是说 关于这个致癌因子 致癌因子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三大类的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 胃癌的一类致癌因子 分别是优木老感群感染 这个抽烟喝酒这三个方面 优木老感群大家都知道 它是唯一目前所发现 可以在胃里面生存的这种细菌 它会反复的破坏胃黏膜 所以说它是造成胃癌的一类致癌因子 那么这个抽烟喝酒 我就更不加不用说了 因为这个胃的尼古丁呢 不管是直接破坏黏膜 或者就说进入血液之后 间接的导致黏膜了被破坏 或者是这个乙醇 这个就酒精那个东西 直接进入胃里面破坏胃膜 或者进入血液之后 导致胃膜屏障被破坏 种种这些因素咱就不多谈了 总之你知道它是一类的 胃癌因子 它会导致黏膜了被反复破坏 所以说这个因素一定要消除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 俗话说并从口入 那么对于我们胃肠道来说 并从口入这个东西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首当其中的面对的就是你的这个胃肠道 那么饮食因素这方面主要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说被最不容易被人所重视的一个 就是这个高盐饮食 那么一谈高盐饮食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会导致这个高血压 这个高血值 这个方面 但是它对胃的这个破坏 也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首先说的是 这个盐饮肋 它不会直接破坏胃膜 但是它会间接的导致你的胃肋膜被破坏 因为这个盐饮肋呢 它首先来说会加强 这个胸膜老感菌的破坏力 例如说这个人有胸膜老感菌感染的话 那么盐饮肋 它可以就是说增强胸膜老感菌 所谓的这个毒性 可以导致我们的胃膜膜被破坏的程度更加加深 那么另外呢 高盐饮食呢 如果受入过量的这个盐饮肋的话 会导致胃内容物的这个渗动压增高 从而导致这个胃酸 对于胃膜膜的破坏 造成这种直接的损伤 从而加重我们的胃膜膜损伤 导致进一步导致这个胃膜膜反复破坏这个情况的产生 另外一方面呢 高盐饮食 它还可以抑制这个前年术E的这个合成 因为前年术E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提高胃膜膜的抵抗力 从而避免我们的胃膜膜被损伤被破坏 那么一旦这个前年术E的这个合成被抑制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发生这个胃炎 胃溃疡胃膜的概率就是升高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例如说这个高盐饮食 尤其那种喜欢吃这个胭脂食物的人群呢 它里面 因为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亚硝酸银 那么而且它的微生素C的含量极力 因为微生素C可以抑制这个亚硝酸银 形成这个亚硝酸鞍嘛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就会非常容易导致这个亚硝酸银进入体内之后 和体内的一些这个体液发生反应之后 造成这个亚硝酸鞍的一个产生 从而导致这个癌症发生概率的一个升高 因为亚硝酸鞍本身属于一个强制癌物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目前建议呢 每天的这个食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到6克 最多不要超过8克以上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日常经常吃这个 熏烤烟杂类的这个食物 那么熏烤烟杂类的这个食物啊 因为它本身来说 里面含有这个多环方听这类的这个物质 那么多环方听的这类物质呢 如果积累过多 它会造成癌症的一个发生 因为这个物质属于一个强制癌物 另外这个熏烤烟杂这类食物啊 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干比较硬一点 那么它对于胃黏膜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个损伤 你知道一个比较硬的东西 会不会拿伤胃黏膜 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反复刺激 损伤之后会导致 这个萎缩糜 进而出现这个上皮流变 这种癌症病变 这里刚才又说过了 就不多谈了 所以说呢 这个营烤熏杂类的这个食物啊 最好少吃为妙 偶尔吃没事 但是你长期吃之后 首先造成这个多环方听的这个积累 那么你想一下 它会不会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率增高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割夜饭的这个摄入 那么割夜饭这个东西 也就是俗话说这个剩饭剩菜 因为这个割夜饭里面含有的这个蛋白质呢 它经过一夜的这种分解之后 会产生一些氨类物质 那么这个氨类物质 它和这个亚硝酸盐 一旦起反应之后 就会形成致癌物 这个亚硝氨 那么这个亚硝氨 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也会增加我们未来的发病率 当然了 如果把所有的食物一棒打死啊 它都会造成这个东西产生 那是不科学的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知道 美类的食物里面 会导致产生这个亚硝氨的概率 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蔬菜里面的这个豆角 黄瓜 番茄洋葱这一类的这个 硝酸盐含量比较低 所以说呢 它最终产生这个亚硝氨的这个量 也是比较低的 而蔬菜里面的这个 菠菜了 韭菜了 芹菜了 或者就是说一些 这个食物里面的这个海鲜 凉拌菜 或者盛汤 里面如果阳硝子盐分比较多的话 它产生的这个 致癌物的概率 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说 你脱离了种类去谈的话 也是不现实的 另外一方面 这个东西 它也不是说 一点就会致癌 所以说 它也是需要一个积累程度的 剩花生菜 偶尔吃 问题不大 但是千万千万 不要长期吃 长期吃的话 它会导致这些东西 在体内的积累之后 产生 癌变的这个可能性增高 所以说 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 尽量吃多少 做多少 别一下做太多了 一下吃好几天 您说那个东西 它肯定 首先它节约这方面 不多说 您觉得这个东西 它产生的概率会增高 不会 所以说 节约很好 但是也不要做的太过了 万事得有度 那么谈完了食物这方面 咱们就得谈一下 这个日常生活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主要也是三点 分别是这个不规律的饮食 不规律的作息 和这个不良的情绪 那么不规律的饮食 因为我之前谈过 人哪 就是一个生物中 你每到饭点 你会发现肚里面咕噜咕响 那就是你的胃肠 在做一个热身运动 它准备就是说 爱吃无动一下 准备迎接食物的进入 这个胃酸也开始分泌了 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 准备迎接消化食物 那么这时候你要不吃东西 那你觉得会怎样 那么就和一个机器 它空转的时候 是最破坏 最就是说摩擦是最大的 那么你想一下 你这时候不吃东西 那么分泌的这个胃酸 它会不会对胃黏膜 造成一个直接的刺激 那你想一下 它会不会造成 胃黏膜的一个破坏 当然了就是说 你不规律的饮食 另一方面经常吃零食也不好 因为这个半晒的时候 你的胃肠 它还没做好准备 没做好消化食物的 你这时候吃下去东西 那说白了 一个就和一个车子一样 一个机器你能启动的话 你觉得它这个损伤 就是磨损会不会加大 所以说规律的饮食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规律作息 因为呢 就是说我们胃肠道 大约是两到三天 对于这个胃肠道功能的胃肩膜 进行一次修复 那么这个修复时间 主要是在夜间完成的 如果你经常熬夜 或者经常是消夜 那么你觉得你的胃肠道 它有修复的时间吗 所以说你去吃点这个消夜 那么你躺到床上 你也是大脑休息的 但是胃肠还在工作 它一直没有时间去修复 没有时间去休息 那么对于胃肠道 你磨的损伤的这个修复 胃肠道你磨的损伤也会加大 所以说规律的作息 非常的重要 另外第三方面 就是说这个良好的情绪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说 一到紧张的时候 感觉肚子会痛 或者肚子里面就是感觉紧绷绷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种不良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的胃肠 它缩到一块的时候 首先来说 它有的时候肾上还会疼 就是因为这个胃肠出现痉软了 那么痉软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 它对于这个黏膜 就会造成一个充血 充血之后 它会引起糜烂的发生率增高 糜烂之后 更严重的就是一个 溃疡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 你在不良情绪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体内的胃酸 各种消化液的分泌量 也是异常的 那么就更加容易造成 胃膜的损伤产生 所以说不良的情绪 对于胃膜破坏也是增大的 那么关于日常饮食 生活这方面 预防外癌的问题 就说这么多了 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视频 引起大家对于胃癌预防的一个重视 那么也最后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